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很遗憾 我们这两年发布的产品都有点大 不能像朱总的一样把这个产品带到现场 所以只能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讲解 我们这个产品一直是秉承于我们中国国内的专闺式建筑的这个理念 可以看到1993年左右的时候 当时香港的工屋开始涌易制作杀 2010年左右内地开始推新建筑规划 建筑产品化 到了前几年我们澳门开始做我们澳门的装备式建筑 这么30年一直走来 包括我们中建国际一直是在这个国家的政策下 一代一代产品的迭代 包括最初的单一构建的这种混凝土的运购建 到现在我们今天发布的 我们叫做装备式4.0的混凝土MF1体系 本次发布的两款产品 第一款我们叫CMFH 高层的 主要应用于我们高层的住宅类建筑 包括酒店等等 第二类就是我们低多层的 全域制的混凝土MF产品 主要应用于我们低层学校的建筑 我们其他不说直接看我们产品长什么样子 我们第一个H系列的高层MF产品 在工厂就是完成的现在视频当中所放的这个形态 它是由隔墙 墙额 门窗等外围物的一些布品 再加上装修管线这些内墙的布品 在工厂一体化其成 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一代产品仅仅完成了整个建筑的5%的产值 但是我们MFH产品呢 基本上完成了50%到70%的产值 当然将来有可能还会更高 我们这个高层的产品 主要应用于应用的液态 就在于我刚才讲的高层的住宅项目 宿舍 酒店 保障型住房 商品住房等等 这是我们主要用的场景 基于它是一个混凝土的MF产品 它一个最合理的重量 30吨以下 大概30吨以上还是可以的 不过就需要一些市面上不常用的糖料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 包括整个的混凝土膜方的一个尺寸 4米2乘8乘8乘8乘这么一个长宽 最重要的是市面高度 我们把这个高层的市面高度定义成150米 也就是我们国家 线交建立墙的一个上限 我们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么高的高度呢 就基于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的一个本质 可以看到我们启名叫做双重保证 这个市面当中也体现了 整个是由我们工厂生产的MF 和我们现场线交的数项构建所主义 首先说我们现场线交的数项构建 它是保证我们结构安全的一个最本质的因素 我们都知道 不同国家和地区规范体系不一样 像我们内地这边整个设计 它是属于一个岩形设计 它并不是内地设计 但结构计算完之后 你要有很多的一个功能性的保证 比方说我们强度弱牙强度弱丸的放大系数 编构建的这个体积配物率 底部长刚去的加强等等 是这种理念 欧标呢它不一样 它就是用一个很强的很大的保证技术 来保证一个很大的产力 就是内地计算 无论哪种体系我们认为都是安全的 我们这个呢就是和不同国家的标准 不同地区的标准都适配 因为我们现交部分是不变的 这是保证它安全的一个最基本 另外我们除了常规之外 我们有第二种保证 叫做我们的MFA内部的一个模块 本身我们在设计算中 这个内部模块是不才是首例 但是呢我们知道 在实际过程中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整个建筑的一个任性 建筑的任性就是说 在后期地震完了之后 我修复的难度会小得多 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国家内部中正 中正的意思就是 50年内发生的概率是10% 这不是一个很低的概率 10%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概率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常规的现交建筑 结构是要受到很快的 但是很修复 但是现在我们老百姓 对于结构修复的这个概念 认知不准确 一个最典型的 在看来现在我们哈尔滨 最重要的网红项目 成东墙全拆了 最新专家给出的修复方案是 可以修复 理论上可能是能做到的 但是老百姓是否接受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我们这个体系 有可能在中正中下 坏的就是我们 没有当作树立考证的MFA部分 就是非结构构建的修复要容易得多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系 对于常规的现交节奏来说 它是有增强的 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 150米的一个基本保证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以及分析去模拟它 包括我们运输交入 过程中的功能性实验 以及我们这种磨合 和这个简历墙 现交部分功能作用的实验 这些都是保证结果安全 这是我们开展一些实验的距离情况 我们分别在我们海农场 哈尔滨科研大学 阿尔滨科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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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都是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保证我们这个结构的安全很好 同时呢 我们在龙花项上 我们在现场做了整个的一个监制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墙膜部分 和我们现交简历墙部分 整个的一个收集性能 是很协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能保证我们这个第一道防线 可能之后修复我们种植 修复我们非常重的一部分 另外呢 除了这个结构安全 大家最关心的两个就是工期和成本 其他的多说无意 我们这个项目实施的就是在那摆战 传统的建造方式三年 我们一年完成 整个的一个建设周期 减少将近70%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工业化产品 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 所工期的一个节省 工期节省之后 带来的就是我们全周期的一个项目 投资成本的一个降低 我们知道整个项目的收益影响因素固然很多 包括土地价格呀 融资成本呀 利率呀 包括建设周期建设业态等等 这都是我们可以假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我们传统工期三年 我减少了一年 有整个的一个利率 融资成本我们融资成本 我们融资利率涨2.5% 土地价呢 涨60% 这么一个简单的设计 就是我这种体系 在建设期内的MIC成本 增加到23%的时候 它的全周期的一个成本 基本上是能持平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把成本再降低 20%以内我们全周期可能就会是赚钱的 一个简单的实例 比方说深圳市一个长租公寓 每平米每个月60块钱 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我们也不说三年减到一年 我们就2.5年减成一年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综合造价是多少呢 考虑到我们提前交付利率的减少 考虑到我们提前出租 一个租金的回收 可以看到整个周期算下来 我们是低于1,800的 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有更高的收益 而且这种技术我们现在是实实在可以做到的 因为深圳市的常规的建筑成本 就是5,800的回收 我们现在成本如果控制到7,200 这就是我们能够赚钱的一个模式 另外还有一点 这个还是基于我们这种产品刚刚推出 我们任何建筑产品的一个成本 都是基于我们 是不是有这个充分熟悉的这个体制的保动力 以上下游的配套产业 是否能够和这个一致 如果将来达到大规模生产 大量推出的时候 成本一定会还会降低 刚才的就是我们第一个高层MSC产品 举一些主要权料的一个介绍 第二款产品呢 是我们第一多层MSC产品 我们主要以这个学校为案例 也是给大家简单先看一下一个小小银屋 矿架MSC产品 是在工厂采用线胶混凝土制作完成 矿架结构的叠合梁 叠合板合筑形成的矿架式模块 现场每次龙面正交70回的婚龄合板 模块处数项通过管江套筒连进 然后现场每次龙面进入而强 刚才这个动画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实实的安徽城 广格市或者说广格县的一个学校 整个这就是我们的方案完成之后 就是长的这个样子 这种体系的一个适用范围呢 最高的高度目前我们把它定到24米 整个的适用场景以学校为主 包括宿舍酒店公寓办公楼都可以 整个的结构形式就是刚才介绍的 可以有MSA 然后和外部连郎的一些余构件所组成 这是一个混合的一个体系 同样 饲养保证结构的安全 刚才介绍了我们在高层建筑中 输掉构件还是保持线胶 以为会允许吧 它如果不是线胶的话 多多少少会对它的整个的一个原性 进行一些损失 但是在低多层建筑当中呢 这种损失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就用了全余构的数砍构件 和现在这种等同线交的 关张套的江宝大街或者其他方式 然后隔墙呢 楼板呢和高层的体系进次 就是把数砍构件做了一些整个的余构 同样建设周期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想 一般传统的一个学校 说15个月建完可能都比较快了 可能一般也困在一年半到两年 而我们这个项目呢 5个月建完 5个月建完 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呢 有可能限制速度会超过掌红镜 同样是造价 我们首次实现了MFA产品低于5000的这个价格 在传统的当地一个学校的一个价格 就是4200 我们只用4900就给它建完 而这种学校类的建筑 我提前完工 它就 我这边就没有算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成本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提前一年 让孩子们上了学 这些资金的这些损失 我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4.6万平米的一个建筑面积 保证了2000多名学生体现一年人去 刚才就是我们两款产品主要的参数 可能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最关心的 使用高度 使用液态 工期成本 给大家汇报到这里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款产品 能够为为大家额外带来些什么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质量的提升 我们国家系组期提的高质量发展 是用我们这种体系能够实实在在地 成作式 因为我们工厂生产的所有固域物件 我也有条件做成标准化 做成通通化 我不会像现场一样 每个楼我都重新给它配一批固域物件 而且我还要迎合它的图件 几厘米甚至十几厘米的这个公差 现场测量 现场在买 在采购这个旅创 我不用迎合它 所以我可以做到整个的图件的标准化 一致化 另外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经常会提到MFA产品 对于这个建筑面积 什么面积会有点损失 但是这点损失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江峰项目实测的一个报告 我们楼板 两层中间有一个空心 我们按照我们现有规范 和固体撞击声的一个革通效果 就是在楼上敲击 和楼下的整个的一个噪音 规范规定75分贝 现在市面上做得比较好的65分贝 我们的这个体系 53分贝 从65分贝到53分贝 可不是说仅仅20% 这个分贝和低震 极数一样 它是尺数性的 3分贝整个能量就扩大一倍 意思就是 基本上是提升了十几倍的这样 一个更生性了 所以带来的是我们更好的体验 更舒适的一个体验 另外就是我工厂自动化的一个体验 我可以带来的是 把现场的这些零散的农民工 变成我工厂的产业工人 这样反过头来 就是对于整个工厂的质量 会进一步的提升 另外就是我可以用到一些高精度的测量仪器 包括我们像我们现在正在用的 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的一个露出点的测试 我们是通过红外 我们整个这个箱体的精度匹配 我们是用这种色量的这种仪器 除此之外 我相信还有很多 这些都是现场条件不具备 但是我工厂都会实施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迎合我国家 现在整个数字化的一个战略 我们这种体系 对于BIM的正向设计 对于智慧建造 是一种刚需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方式 我们这种体系就不存在 所以说这种迎合 我认为是实实在在的迎合 就是我不需要去用一些别的讲的东西 额外的耗费人力物力去迎合国家 这些概念 而是我实实在在的 就是对它有实际的需求 整个的一个绿色 这是我们龙华江峻镇项目 现有的测范数据 碳排放量建设周期 总共减少2000多吨 相当于11万棵树 一年的吸收碳的一个能力 整个的建筑废弃物的一个排放量 大概是50左右 也就是减少75% 整个的一个材料浪费 减少25% 实实在在的这个数据 附近我们整个国家的低碳战略 绿色环保战略 总结一下 就是刚才给各位汇报的 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四十分 就是我们这个结构体系 能够达到国家的要求 甚至高于国家的要求 低碳环保 第二十块 牵涉周期 都达到70 第三个是平 是指着全生命周期的 一个资金的 一个成本 规定 会贵 第四个质量 就是我们这种高精度的生产 达到更好的建筑质量效果 第五个质是正 就是说能够实现全数的话 一个交付 符合国家的这种 只能见到需求 第六个质率 低碳环保 最后呢 就是我们 中建国际 这三十年来 我们装备室的发展 由一家小小的购架厂 发展成现在的集团公司 由一家 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预制构建 做成现在能够做 各式各样的MFC产品 这里面是非常感谢 各位专家对我们 常年以来的支持 这里面 我在这里 也向各位专家 和预报告示感谢 感谢 最后 产品发布会 有一个选择 这是我们明年发布的产品 明年发布的产品 2024年 我相信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能有新的产品推出 在现有的基础上 把造价 降低最多20% 然后呢 有更多的更集成的元素到这边 但是这个能不能实现呢 可能主要看我们后边的研究 各位院士 各位专家 可能我们有一些更多的科技合作 更多的研究 要为我们这个共同主力 我要在这里发布 结束 谢谢各位专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主义 主要 علي